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高兴AM730、PR Asia 和凤凰港股办法 结出上市公司大奖给港铁公司 这个奖对公司的发展 企业管治和服务是一个肯定 同时也是对我们同事很大的鼓舞 港铁公司值根香港超过40年 一直以让城市前行为我们的使命 作为一间广受国际认可的企业 我们秉承以客为本的宗旨 致力提供安全、可靠和低碳的铁路服务 所以我们的同事 无论是营运铁路或者是物业管理 其实都很着重服务的质素 我们的企业策略、变、造未来 正正强调我们是要不断改进、尋找突破 利用科技、迎向挑战和掌握机遇 对环境和社区的贡献也是当中的重点 而其中为乘客提供智慧出行 和将我们香港的铁路网络 迈向智慧铁路是我们的大方向 最后就好像建造一栋大楼 最重要是打好跟机 所以优秀的管治架构非常之重要 要有健全和良好的管治架构 才可以让公司和大家一起进步 追求却越 正如我刚才提到 我们的企业策略、变、造未来 正正强调我们要不断改进、尋求突破 所以推动智慧出行 会是公司一个大方向 近年我们亦都与时并进 积极地应用科技 将数码技术融入各服务范围 致力令到乘客的乘车有更好 和更个人化的体验 新启用的屯马线土瓜环站和宋王台站 都有采用机械人助理 连同车站的服务团队 在大堂主动处理乘客的查询和票务等 同时我们都引入了清洁机械人 亦都可以令到车站的清洁工作更有效率 而港铁网络里面 亦都有首个智能洗手间 已经在中环站投入服务 务求令到我们的服务更加智能化 而在维修上 我们亦都引进了数码化 大数据等新科技 期望令到我们香港的铁路网络 变成智慧铁路 和大家一起成长 和各持份者合作 创造一个共融和可持续的未来 是公司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们很着重不同顾客组群的需要 例如我们加设了升降机 暴雨间、阔杂机、无障碍洗手间等等 在减低温室气体排放方面 公司提供低碳的运输方案 市力管理环境和碳足跡 帮助香港成为碳中和的城市 公司在设计、规划、建造 和营运铁路网络和物业的时候 都会加入低碳环保元素 公司也正在制定减少碳排放的长远目标和计划 预计在今年来能够完成 另外相信大家都知道 冬铁线明年6、7月可以直达金钟 成为香港第四条过海铁路 相信大家都很期待 新线可以快点通车 港铁团队会继续全力以赴 致力尽快完成如下的工作 争取东铁线及早在明年中延伸至港岛区 同时我们也正是展开多个新的铁路项目 进一步拓展东涌、屯门 和新界北部铁路网络的覆盖范围 推动社区发展令城市前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